出锅 这一筐是2000枚 这一锅是3筐 一天的话能烤个1万斤 1万斤是7万枚 这只是他们平常一天的量 高峰的时候一天要卖到20万枚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是 中国第6大淡水湖 威山湖 我们的烤鸭蛋就来自威山湖 威山湖麻鸭 也是中国四大名鸭之一 都是纯天然的放鸭 所以鸭蛋的品质非常的高 我们这个鸭蛋都是古法工艺红泥胭制的 给它们那种鲜鸭蛋水淹的完全不一样 它那种水淹的鸭蛋它会有一股水腥气 红泥包裹的它进盐比较均匀 就是它是慢渗透 低盐比那种鲜鸭蛋要麻烦的很多 就是给我们这个口感是完全没有办法比的 这个红泥必须用西安的是吧 对 必须用西安的 这里面是红土和我们蜜漬的调料 这个要淹多长时间 这个要腌制45天 这一步就是清洗和光碱 我们这一步就是流程 主要是挑剪坏蛋破蛋的 这种链味的 炸味的 黑黄的 我们都挑剪出来了 这边就是我们临时存放鸭蛋的点 这里面有多少枚鸭蛋 这大约有30万枚鸭蛋 这个就是腌好的 对 看这都是红泥包裹腌制的 看这个红黄 看到吧 这个蛋黄 我们威山湖的麻鸭吧 比一般的鸭子这个蛋黄要比它的要大 我给你倒的时候来看一下好吧 你看这个蛋黄 是不是啊 鸭鸭剔透的 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科技很活 没有什么科技很活 完全都是古法工艺研制的 用什么烤里面 这个里面放了红叉 喝叶 还有香料 这不比叉叶蛋烤出来还香 对 比叉叶蛋要好使得多 这个鸭蛋对温度要求的很高 要是一上来就高稳的话 它会这个鸭蛋就全部就炸开了 这个东西吧 像我们的舌坡 它掌控的温度 掌控的比较好 从低温到高稳 它控制的比较好 所以说这个鸭蛋才能出这种冲品 现在已经四个小时了 咱可以出国了 美女 看你做烤鸭蛋做得这么成功 是继承了家业是吧 没有没有 我们是没有云伞的孩子 都是需要自己奔跑的 我是自己做的 然后是2015年吧 我生完孩子以后 家里面就是条件比较差 然后我就选择了走上鸭蛋的道路 最早的时候我是摆地胎 摆地胎 然后卖这个鸭蛋 就是进别人的花园 哦 也是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对 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我们看啊 每一颗都是流油的 哇 看 这个沙沙的 这感觉看着太棒了 它这个蛋黄部分吃起来 绵绵的沙沙的 非常的有口感 这个跟吃我们平常吃的蟹黄酱的 感觉差不多 现在的话他们把这个烤鸭蛋 是做到一个减盐的 做成一个休闲食品啊 就这样空口吃 咸度也不是很大啊 这个就是用微珊瑚麻鸭下载蛋做出来的 绝对是鸭蛋中的爱马仕啊 太香了 太好吃了 我们有多煮点 好 太好好 谢谢大家